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遇到一个观念 是值得探讨的 就是很多人呢 他其实并不清楚这个运动强度 跟运动疲劳度之间的差别 我在这里呢 试图来解释一下 所谓的运动强度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肌力及体能训练的 这两大类训练 一边就是肌力训练 另外一类呢 就是能量系统训练 我们从肌力训练和能量系统训练 这两类东西来谈一下 什么叫做运动的强度 以肌力训练来说 运动的强度 其实就是你所对抗的阻力有多大 比方说 如果有一位运动员 他现在的背蹲局呢 他能够用标准姿势 蹲到底又站起来 背上扛的重量是200公斤 而200公斤他只能完成一次 这就叫做他的背蹲局的最大肌力 那以这个运动强度来看呢 一个东西对于一个背蹲局200公斤的人来说 我们大概会估计 超过170公斤以上的重量 对他来说是高强度训练 那至于170公斤到这个140-150公斤之间 我们大概会说这是中强度训练 如果一个重量呢 未达这个130公斤的话 那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低强度训练 那以能量系统来说呢 就有一点复杂了 能量系统的话呢 所谓的最高强度呢 大约了就是你10秒钟做尽全力 用尽全力能够做一个动作 比如说冲刺 10秒钟的冲刺 你可以冲得多快 你可以多努力 多激烈的冲完这10秒 这大概是我们所谓的高强度训练 那如果说呢 是大概在这个90秒以内 你可以用多快的速度去冲刺 冲刺完这90秒 我们说这叫做中高强度训练 那如果说呢 是在这个90秒呢 到三分钟之间的 这个平均的这个强度的话 我们会说是中强度训练 三分钟以外的话 通常虽然说不是每个人 讲都一样的 三分钟以外 以下的这个强度呢 通常我们都会说呢 一个运动能够让你持续 三分钟以上的话 大概是一个偏低的强度 至于每个人要不要叫他低强度 叫他中低强度 叫他偏低强度 就是看在使用这些专有名词的人 他习惯用哪些用语 所以说这就是运动强度 运动强度都是一个 你目前所做的这个运动 他跟你的最大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 这叫做运动强度 OK 那疲劳度是什么意思呢 疲劳度简单来讲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动 持续运动之后呢 你有多累 这叫做疲劳度 那有的人会说呢 这个疲劳度跟运动强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高强度运动我就很累啊 低强度运动我就不累啊 就未必是这样子说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 他认为他在做高强度训练的时候 其实他经历的不是高强度训练 他经历的是低强度疲劳 例如说呢 假设我们今天拿一根很轻的杠 这个这只杠呢 只有50公斤 对于刚刚那位呢 可以扛200公斤的运动员来说 我请他50公斤的杠 然后连续蹲100次 那我相信呢 就算他有200公斤的实力 50公斤连续蹲100次 他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疲劳 那个重量算不算高强度呢 不算 非常低的低强度 但是这100下蹲完之后 他累不累呢 他非常非常的累 但这个不叫做高强度训练 这叫做低强度疲劳 这样子的分法呢 其实并不是纯粹 为了要卖弄专有名词 这样子的分法的主要的用意是因为 低强度疲劳训练 跟高强度训练 获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如果让这个人啊 200公斤被蹲举的这位运动员 我们拿180公斤 然后让他一下一下一下 一下的慢慢练 他练了10个一下的180公斤 这叫做高强度训练 而他带来的效果是 经过短暂的几天的休息之后 他的最大激励会提升 如果说他有年轻的吃饱睡好的话 可能在几天或几个礼拜之后呢 他会发现他能够做一下的重量 不只是200了很可能已经调高到210 甚至有可能再往更高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啊 50公斤让他狠狠的蹲100下的话 请问他获得什么样的效果呢 低强度疲劳提升了低强度耐力的效果 也就是说50公斤蹲100下 我们让他承受的这种训练之后 他获得的效果是 下次他再遇到50公斤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蹲110下 他的进步方式是在耐力方面的进步 至于200公斤 会不会因为蹲了很多的50公斤 蹲了非常非常多下的50公斤 而让200公斤的最大激励变着提高呢 几率不大 几率不大 耐力方面的适应 跟绝对力量 就最大激励的适应 他的这个适应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他可能有某个部分的重叠 例如说最大激励提高的人 他的耐力可能也会些微提高 耐力提高的人 在某些的情况下 我们说不定也会看到激励微幅的提高 但是呢 他的效果呢 这个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不可能长期维持 我们如果让一个人 持续的用他90%的这个强度呢 每个礼拜训练一天 连续训练八个礼拜 我们会看到他的最大激励会明显的提升 在其他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 最大激励会明显提升 那如果说我们都用一个非常低强度的东西 让他每次练得非常非常累 八个礼拜之后 我们看到他耐力提升 但是最大激励真的不会有太明显的提升 那这一点呢 对于想要做运动训练的人来说 就很重要了 人 激励要提高 你要走够高的强度 要策略性的 逐步的提高强度 不是叫你今天就去做非常非常重 没有任何基础就做很重 我们知道那个是运动伤害的标准菜单 就没有基础就偏强度 但是呢 是不是表示你今天运动的很累 你的激励就一定会上升呢 那也未必 低强度疲劳带来低强度耐力的效果 而且这个耐力跟你做什么动作有关 高强度的训练带来最大激励提升的效果 而如果说最大激励提升在这个有用的肌群上面的话呢 那这个肌群他做什么动作 他的最大激励都会提升 那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哦 让一个运动员呢 如果说这个想要提高他的腿力 我认为说呢 你假如这是篮球排球运动员 你在场上我觉得你弹跳力不够好 那这个时候让他跑很多的五千公尺 一万公尺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坦白说帮助是不太大的 或许心肺方面会提升 或许低强度耐力会提升 但以弹跳力来说 移动自身体重的这个最大能力来说 他的这个效益是不太大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运动员拿来 循序渐进的背蹲矩训练 循序渐进的这个硬矩训练 那或者是说呢 跨步 单脚蹲 分腿蹲 侧蹲 这些蹲法的训练呢 我们会看到这些运动员 在下肢力量逐渐上升 而且这些下肢力量训练呢 尽可能的在安全的情况下 尽量走高强度 循序渐进 刚开始可能强度还不够高 但是那是为了未来的高强度做准备 循序渐进的达到高强度之后 我们会发现了 最大力量上升以后 弹跳力 移动自身体重能力就开始提高了 总而言之呢 运动强度不等于运动的疲劳度 做得很疲劳 不一定表示有变很强 你很可能只提升了耐力 而没有提升最大肌力 凡事都不是绝对 但是呢 有比较好 有相对较好的做法 那这一点呢 供大家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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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